又打各位窮頭是沒有打招 封路老師,今天中小型個股的力道 還是往上的強很強 1560的中砂 昨天往上的帶動了紅K之後 現在盤中 早上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 拉漲停板了 帶動了好多的台積電概念股 再生晶圓當中 中砂的領漲之外 也帶動了生陽半 甚至星雲 甚至連線在設備廠3680的加登 加登現在也買盤敲進 出現了急拉 所以這個半導體的產業當中 上中有的動起來了 漢磊、加金、加登、凡宣 這四檔都是現在有買單拉高的指標 加金雖然早上衝高之後有點壓迴 不過現在第二波的漲勢在齊了 從這個角度要如何去做延伸跟選股呢? 其實我們在半導體的相關供應鏈的部分 我們其實上個星期就跟大家報告 還記得上禮拜四的中午 我跟大家講1560的中砂 剛剛站穩的極限準備要轉強 你看上禮拜我跟大家報告在150多塊 那這個星期兩根上漲之後 已經來到創新高183 所以我其實要跟大家報告 還是一個關鍵重點 抵擋布局 他有機會 那整體的一個族群攻上來之後 我們再去看到像3707的漢磊 如果有印象 我一直跟大家報告第三代半導體化合物 你看他昨天一根長紅突破極限之後 今天繼續往上漲 那連續漲了兩天 照我的這個操作邏輯 都是希望大家怎麼樣 你就先等他 有壓迴的機會再做布局 但是你如果再從今天這個 盤面上來看的話 還有我之前跟大家報告 股票在創新高 是誰? 3207的耀盛對不對 他這邊是持續創新高 6129的浦城 今天也持續在創新高 那我想現階段 這些反倒離隊 會不會比較貴 那車用的相關 今天在創新高之後 我想幫大家來找一檔 可是最近大家沒有想得到 但是其實在整個面板 這兩天也在反彈對不對 其實面板現階段 不只是大尺寸的一個部分 這個利空比較多 但是當他們利空都已經不跌 那它的一個上下游關係 一定會收回 為什麼? 因為最近的面板爆價 是不是一直都在下跌 那如果面板爆價下跌 那誰會好 當然是模組場會好 所以我們去看到一檔個股 這個是代號6167的糾正 我覺得投資員 可以好好去做注意 因為這家公司 第一個絕對價格很便宜 所以你在這邊布局 它的空間就會比較大 第二個 它本來就是做什麼 中小尺寸的液晶模組 那它的一個操作策略比較特別 它是屬於少量多樣 主要還在相關的車載用品 還有公控用品 還有就是 它是比較屬於客製化的 一個液晶模組場 所以我去看 你看最近面板 價格在下跌 所以它取得的原料 就怎麼樣 成本下降 所以我一看它的 第一季的一個機爆賺0.27 第二季機爆賺0.46 毛利率從去年的第四季 11% 第一季跳到15% 第二季又跳到18% 好那我想上半年賺0.73 去年全年度才賺5毛錢 今年上半年就賺0.73 我會認為說 它在這個位置裡面 它就算是一個超值 在整個面板的一個報價 在還沒有正式指紋之前 它的毛利率應該還有持續 創新高的機會 再來就是我剛剛說到 它的一個主要的產品 是少量多樣的一個部分 它包括像POSE機的一個液晶面板 咖啡機的一個面板 還有就是自動歸原機 甚至於是現在它也切入到 穿戴章子用的一個液晶面板 所以它的一個技術 因為可以適合現階段 我們在整個電子產品 需要很多面板的一個狀況之下 它就是正好在這一個風頭浪尖上 所以我看整個15塊多的股票 它的一個獲利 今年上半年已經超過去年全年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超值 再來它有一個比較特殊的地方 就是它有投資一家公司 九合光 這是做塑膠晶片的 那它主要是forNB 還有其他相關的一個小型電子 但這家公司非常非常賺錢 我看一下它去年 然後賺了4.4塊多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一個 去年的一個獲利 去年獲利是4.25 那今年上半年又賺了2.49 那我一看它的一個股價 最近有狂飆 從20飆到34塊 那九正有投資它 那持股的成本是6.32 只有7991張 光這個部分 如果以昨天的說盤價32.65 那潛在的EPS 可以貢獻它1.29 那這個我覺得是本業好 意外又好 那絕對價格便宜 又在最近我看到 外資也是持續性的買進 我覺得這兩個股 這邊還有便宜的價位 投資朋友可以好好注意 那封路老師 除了一般的面板之外 下一代的顯示器技術 繼這個Mini LED之後 下一個世代就是所謂的Micro LED 也正在緊鑼密鼓的高階的訂單 目前的需求是持續強勁的 這也帶動了6854的耐創科技 早上再度的迎來了第二根的漲停 享受所謂的蜜月行情 所以現在在整體來看的話 這一檔個股的它的市值 已經達到了百億元大關了 既然Micro LED 耐創掛牌工漲停之外 旗下的大股東也能夠同步沾光嗎 大股東有2409的優達 甚至在金電也有來進行的轉投資 甚至韓國的三星也是耐創的大股東 要如何做這個落後補漲的解讀呢 好我想其實在整個大股東 當然也會部分的一個收益 那你還是要看到整個大股東這個部分 它的一個活力能不能持續性的一個成長 因為畢竟現階段 面板我認為是第一個 跌升性的反彈 那第二個法人籌碼在這邊做進駐 最壞的時間你去買 大家請注意 相關的經濟循環股 你一定是在它最壞的時候去去買 那現階段的一個面板報價 其實應該還在進行一個下跌 所以你看外資跟投信 這一段在買 它其實也是分拼小買小買 每天小買 在那的比重不會很高 但是已經技術面第一個也打底了 那我以有達為做一個例子的話 我會認為說 你長線來去佈及這種經濟循環股 就是買在它虧損的時候 但你要熬得住 你要跟它用時間換空間 那你看那這一段 好從8月從低點13塊走到16塊 漲值看起來也不錯 但它再往上走的話 第一個下降的極限會先拖著它 上檔會有所謂的一個半年限的套牢 那去年前年因為太賺錢 所以股價供得比較高 上檔套賣牢也會比較重 所以我會比較建議說 像相關的這些低價的一個 這個友達群創 你只有在它壓回的時候 才要幫它去做佈局 那如果手中現在有的投資片 我會建議你持續的等待 等待它怎麼樣 來到了這個半年限附近 持續做調節 因為季線現在看起來 整個大盤都越過的話 都有機會往上走 而且現在這些 不管是友達或群創 他們其實現在也切入到了 所謂車載的一個面板部分 也會提高它的貨益 那未來在整體這個MicroLED 它如果能夠大型歧視的話 我認為他們未來 有新一輪的一個電視替換草 我覺得那會是另外一個機會 不過還是一句話 時間它拉的比較長 與其去看它們 我建議你還是可以去看 像耐廠有機會去拍拍對 因為這是未來趨勢 又或者是我們再去尋找 位階相對低的一個 又能夠跟車用連結的一個產品 我覺得機會比較好 所以這一次會見到 incorrupt了 好不容易 快我們就可以